热钱滚滚来 今天股会双掌继续气势如虹 先来看到新台币 新台币收在28.521元 再创23年新高 那我们知道呢 央行为了祖生台币 大量的满进美元 结果使得11月的外汇存顶呢 来到5133亿美元 也续创历史新高 当然来看到台股呢 台股一万强强棍 今天盘中的一举呢 我们看到大涨了155点 中场收在14132 再创历史新高 而2021年台股新密码是什么呢 666三个六代表什么意思呢 新台币势如破竹 不但彭华南防线28.5元早就失守 四号盘中更一举冲上28.25元 大幅升值超过四角 连民众都看傻了眼 有湘民一早就在PTT上发文表示 前一天看到美元汇率在28.5元低点 怒换了2000美元 隔天一看已经到了28.32元 直言美元汇率是不是守不住了 引发讨论 甚至还被下一届美国总统拜登的经济顾问点名 痛批台湾干预汇率比中国大陆还要严重 其实近期台币强升 就是因为外资热钱大局涌入台股 指数评创新高 财经专家谢金河更说 台股是万事如意 这次股价上涨所带来的市值的增加 会进一步巩固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未来的发展 当台商回流或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台湾被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会更加的彰现 台股表现强势 4号一开盘就站稳万事关卡 在买盘不断涌入下 中场大涨155点 收在14132点 再创历史新高 金元双雄台积电中场占回500元 联电也再度亮灯涨停 改写18年新高 外资已经喊出 明年台股上看16600点 台积电和联电的目标价 最高看到600元以及60元 这个666会不会就是台股的新密码 到2025年以前 美国都不会来做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个人是觉得说不要去预测 这个台股的一个上限在多少 专家认为股会双生是台股名副其实的走强讯号 明年全球经济有望恢复正常 台湾的基本面也将持续亮眼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沈玉腾台北报导 再来看到先前被大喊股价被低估的鸿海 现在又营收证明它的实力 我们就来看到随着iPhone12的热卖 鸿海11月的营收创下了历来的单月新高 就连外资都调高它的目标价 只是鸿海股价仍然未见明显的动能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进入了新拜登时代之后的鸿海 机会在哪里 苹果向来骄傲 猛打防水的宣传 虽然被意大利政府以夸大误导开发3.5亿 但一点都没影响iPhone12的出货 还是大爆发 这让组装代工厂鸿海 11月营收破6800亿又创历史新高 来安股民的心 我觉得是低估啦 当然我们管理团队还需要努力啦 让我们的这个投资大众能够安心 好了好委屈 四日鸿海股价终于动了 那以下盘中最高一度来到83.4元 市值超过新台币1.15兆元 外资摩根斯坦利还喊出 由于大盘102元的目标价 很多的闲钱都在今年第四季出来了 像美国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或者圣诞节 我们买很多电子产品 包括还有游戏机像Sony PS5 还有Nintendo 所以今年下半年是很好 而股民心不安的是 当年浩浩荡荡100亿 美元微洲的投资计划虽然不变 但威斯康星周报却传来 鸿海未来三年恐怕很难拿到租税抵免 收盘股价拉回到82.9元 只是这几年其实投资得非常不顺 产品也做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鸿海当务自己在美国 尤其是Wisconsin 一定要把它整个修理好 尤其他跟拜登的关系 真的要好好去整理好 杨映潮被鸿海董事长创办人公认 是地表最懂鸿海的外资分析师 他坦言冒战下 鸿海78亿投资越南只是过渡期 显然代工不再是鸿海的全部 当郭台铭交棒这一刻 接班人刘洋伟势必要担起创新鸿海的重磅 这样子的PB还有这样子的PE 我觉得是为我们的股东有点抱不平 只是抱不平就得拿出真本事 令外界眼睛一亮的 或许就是电动车MIH平台联盟 刘洋伟知道得引擎得电池 有系统就能得天下 我觉得明天它的SERVER会非常强 因为明年开始5G AI之后的话 后面的一些运动力或计算力很强 所以鸿海的SERVER会非常强 第二个的话就是电动车就是EV 鸿海在EV已经耕耘多年 明年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很大的展望 尤其是零件像电池甚至组装 所以明年会其实今年的成长性 再加上SERVER跟加上电动车的零件跟组装 我建议它要听进去了 之前鸿海每一年就一个股东会 它像股东会加上四个煤气的法售会 还有鸿海科技日 我觉得一样把鸿海很多的优势都展现出来了 懂得顺势而为 柳阳伟更明白郭台铭传下的好 像是土城工厂仍供奉土地公妈祖的传统 仍唯试着变与不变之间 巧妙的让鸿海这只大象也能跳舞 东森财经新闻 张慧卿 黄浦翔 综合报导 我们常听人家讲说论工行赏 煤工也有赏吗 有这么好的公司大亏1.5亿 年终可能还是照领 四个月可能还要更多 哪家公司这么好 北捷 来看到北捷它代管的两个地方 一个猫懒一个是儿童新乐园 我们先看到猫懒 猫懒每一年亏损7000万 截至目前为止累积超过了8亿了 至于儿童新乐园 今年亏损也是超过5000万 但不管怎么样 北捷的解释是说 我们都是一个family 我们是同一个集团 换句话说 有赚的大家都能分一样的 换句话说最高 还是照样可以领到4.4个月 但是我们说到了拼这个年关 今年最冷的恐怕是尾牙的业者了 今年真的可以说 以防疫来考量的话 尾牙坎坎坎 三三三 这个冰封暴影响的当然就是 办尾牙宴会的业者 他们说现在订单 还不到去年的一半 如果参与尾牙的表演者来讲 后面更是一整个产业链 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业者 过去尾牙最多可以接到40场 而今年只剩下5场而已 搭配音乐在空中抛街扯铃 他是知名的扯铃达人卓嘉宏 表演经历超过20年 更是艺人周杰伦的御用教练 以往尾牙旺季 卓嘉宏最多可以接到40场 但疫情冲击 今年竟然胜不到5场 可能是真的我在做表演以来是 可能会是最惨叹的一个尾牙季 那一天就起床就接到一个讯息 接到一通电话 就已经三个场被取消 在3月到5月的时候 甚至到6月 那我们几乎是零收入的状态 用业敌吹出优美旋律 担任街头一人十年的游先生 今年同样因为疫情 尾牙邀约全部喊咖 就连街头演出也遭到取消 收入几乎归零 腰演几乎是零 以今年来讲的话 我每个月都在投资这样 包括那个桃园的劳动部 都会打电话关切 叫我们不要出去表演 尾牙庭班朝来袭 冲击各大表演行业 而根据调查 目前有四成上班族 吃不到尾牙 其中取消原因有六成 就是因为担心群聚感染 还有两成的公司 是因为营运亏损 不过最有感的 恐怕还是宴会业者 就怕业绩真的砍半 宴会馆也跟着转型 进攻卫星尾牙 最低就连三桌都接 国外摩根桌数 是稍微有变少一点 所以像五桌十桌的 这些尾牙的一个情形 开始也 数量也稍微 比较多一些了 各大业者 惨受重伤 但防疫还是当务之急 只能尝试转型 另谋深入 东森台经新闻 薛亚竹刘几腾 台北采访报道 根据统计呢 在台湾 每七对夫妻当中呢 就有一对是不孕的 导致近几年来 我们看到的 人工生殖医学中心 是越来越多 接下来 这次报道 我们来看看 如何精确的挑选 让你更有机会 好运到 走进温暖明亮的空间 座位巧妙的 间隔私人隐私 很难想像 这里是一间 升职医学中心 透过氛围 放松看诊的紧绷心情 并设置空气进化系统 及时监测空气品质 这套系统呢 就是可以监测 PM205室内室外的 可以检测室内的这个CO2 温度湿度 还有这个VOC 可以管制这个细菌 还有这个维生物聚集 在疫情期间 成立的升职医学中心 不只在空气品质防护 超前部署 空间规划也处处讲究 个人化设计 独立诊间 手术恢复式 配有完整医疗系统 还有先进的胚胎实验室 和冷冻保存空间 更首创整合医疗管理系统 让医病关系更透明安心 整合式的医疗管理系统 可以管理我们的这个病患的资料 可以这个方便我们看诊 方便病人就诊 那病人可以从他的APP上 查看他的检验报告 查看他的 比如说胚胎的库存 在台湾每100个新生儿中 就有5个是透过人工生殖科技诞生 为挽救不孕和晚婚的超低生育率 升职医学中心 从倾听患者的需求出发 为孕育下一代提供更优质的疗程体验 东森新闻黄军景肖景云在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